命运加给人的不幸 还有避开的可能 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 却没有挽救之路 我们所犯的恶业 虽然不会马上受报 犹如刚刚变质的食品 不会马上发臭一样 但是他们散发出的恶毒 犹如你吃过坏的食品一样 它会慢慢地腐烂你的肠胃 扰乱你的心灵安宁 有一位佛友 工作非常的优秀 经常受到老板的表扬 引起了同事的嫉妒 在背后捕风捉影 说他坏话 这个佛友非常的苦恼 有一次他预约台长拜访我 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台长把这位佛友 带到我的阳台这个地方 在阳光底下 对着他的影子 我拼命地踢着他几脚 我问他 你痛吗 这个佛友不解地问 台长 你踢我的影子 有什么说法吗 台长问他 有些人嫉妒你 说你的坏话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佛友说 当然是无中生有 捕风捉影的事情 台长说 那么他们就是在踢你的影子 他们踢的是你的影子 而不是你 他们踢痛的是他们的脚 你又有什么可以痛呢 所以人生苦短 我们没有必要 也没有时间 将对别人的憎恨和不平 留在心中 并不断地 时常地伤害自己 别人在外面骂你一句 伤害你一次 你回到家想不通 你会伤害你几十次 或者几百次 生性薄乏 每天慈悲 你就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 你的心才会安定 你的意才会明 这就叫 明星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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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